在1954年,这座楼的名称是维多内亚纪念坛,当年李光耀先生就是在这里创建了人民行动党,展开了建设一个公正平整社会的长期斗争。 1958年,Majula Singapura第一次在这里祝福。独立后,我们经常在政府大厦前大炒厂举行国庆庆典,庆祝国家的繁荣进步,一起唱国歌Majula Singapura。 50年过去了。今年,我们再次来到这里,庆祝50周年国庆,高唱国歌,宣读信约。 我们将欢庆这50年的作业成就,并再次试约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